秋季换盆,植物的叶片一叶掉光,果汁也干巴巴的 怎么就怎样才能挽救我这颗美丽的花朵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将秋天 很多朋友喜欢给植物进行换盆 毕竟植物在换盆里面待了一整年 又长叶子,又开花,又生根 那个植物根系已经长满了整个换盆 如果不帮它换盆 那么来年的花量或者果汁量会明显的降低 所以很多朋友心痒痒的就会给植物换一个盆 结果换完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叶之间,叶片变得干巴巴的 叶子也掉落了,果汁也是干巴巴的 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学会三步走 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因为99%都会全部枯萎掉了 我们一定要做几个事情 才能让这个植物快速的恢复过来 为什么我们的植物换完盆之后 会一夜的干枯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扶盆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换盆换土的时候 会对植物的根系进行处理 有些朋友会把根切掉一半 有些朋友会进行洗根,把样根露出来 然后把多余的小根须全部剪掉 因为根须明年还会再长出来 但是这些还没处理完的根须埋到花盆里面 它就有可能适应不了新的环境 然后根系会越来越弱 甚至会烂掉 慢慢烂根的情况发展了越来越厉害 植物就整颗的枯萎掉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减少它的植物的损耗 把多余的叶片、果汁全部剪掉 取把剪刀,把上面青色的部分全部剪掉 果汁也不能留下 因为果汁对于营养的损耗比较大 留下使会对植物产生更大的压力 这一步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二步 取来保鲜膜 把整个的植物包裹起来 一般情况两层左右的保鲜膜就够了 保鲜膜对于很多园艺爱好者来说 基本上是家庭必备的 也不需要包到根系的位置来 根系以上大概10厘米左右 抹上两层的保鲜膜 保鲜膜包裹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能非常有效的减少它的营养 还有水分的损耗 然后我们要进行第三步 给植物施加一定量的生根粉 这个能非常有效的保护植物的根系 让我们的植物根系尽快的恢复过来 这个时候尽量就不要用各种的肥料 包括磷肥淡肥甲肥这些都不行 最好还是生根粉或者是杀菌剂 都可以对植物的根系起到一定量的保护作用 我们的植物的根系强了 自然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 生根水化解剂杀菌剂 对水一千倍 直接灌到土壤里面去 能起到非常好的保护植物的根系的作用 完成这一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整盆的花 搬到林家的角落里面去 尽量避开阳光直射 这样子植物一般情况三到五天 就会恢复过来 我身后的这盆无花果 就是这段时间换盆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你看这枝条已经变得干巴巴的 虽然这顶上还有一点的嫩芽 但是那个嫩芽的感觉是越来越弱了 这很明显是浮盆失败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刚才的几步 把这几步做了 林家的植物才会重新恢复 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拖延 因为这个事情它很明显 根系已经供应不了上面营养的输出 植物上面的梗枝条都在不断的损耗营养 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就要减少营养的损耗 第二就增强植物的根系 第三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再一次减少营养损耗 这样子您的植物才会恢复过来 所以养花如果秋季我们换盆的时候 出现一叶落花落叶黄叶的话 一定要及时做这几步 好了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